兴致大好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书莫 在纽约这个民主党票仓 其从击败共和党籍对手皮尼恩 第五度连任参议员再战六年 我非常高兴 我非常高兴 在纽约的民主党 都给了我另一个名字 继续做什么我爱 在纽约的民主党 而书莫不但成为 纽约州任期最长的参议员 也为他从政参选48年来 从未输过的不败战绩再添一笔 然而书莫能否保住参议院 多数党领袖的头衔 仍是未定之天 这一次美国国会参议院 一共改选35席 其中民主党36席不需改选 再拿下至少14席 就能过半相对有利 而共和党29席不需改选 至少需再拿下21席 才能够达到半数 不过共和党已经成功 守住关键选区之一 俄亥俄州的席次 我们需要更好的领袖 在华盛顿地下 那就是我预计的 每天都要战斗 每天都要战斗 莫得川普背书力挺的 知名作家范斯 被称为民粹保守主义者 这回赢得了俄亥俄州的参议员 而民主党阵营的莱恩 即光由美国前副总统 钱尼的女儿利兹 倒戈站台还是屯败 此外北卡罗莱纳州 堪称全美最激烈选区之一 女性候选人比斯利 礼品成为北卡第一位 非议参议员却梦碎 又同样获得川普背书的 共和党候选人巴德胜选 在参院再下一程 然而共和党却没能守住宾州 民主党籍候选人费特曼 以约2.2个百分点的差距 打败了声势浩大 由川普所挺的名人伊士奥兹 成功让宾州由红斑斓 被视为是民主党的一大胜利 而曾经来台访问的达克沃斯 为民主党守住了伊利诺州 还有河山在新罕布下周连任成功 再为民主党保住一席 然而乔治亚州两党战况 陷入胶着 并且规定如果没有候选人得票过半 12月6号将必须再进行决选 也让参议院两党版图底定 海底再等等 华语新闻 卢小平众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